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蔡子純 這幾天的天氣變化真是頗快 今天仍在陽光普照 不過今天由中環望出的維港兩岸 看到已經變得相當多雲 原來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看到有一道廣闊雲大 今天是移到香港的附近 到下午四點多已經覆蓋整個華南地區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區都是比較多雲 不但在雷達的影像還可以看到 中午過後有一些雨區 就由廣東的西面靠近香港附近 幸好見到綠色這些較強的雨區 主要都是影響廣東的內陸地方 香港今天的雨勢暫時都比較小 到下午四點多為止 見到雨勢略為大一點 都只是在新界的北部地區 不過要注意 接下來幾天天氣就會變得更加不穩定 至於氣溫方面 今天下午四點多的時候 見到市區的氣溫 都仍是在十一度左右 而新界仍要再低好幾度 天氣仍是相當冷下 寒冷天氣警告仍是生效的 大家要繼續注意保暖 接下來幾天雖然預計不會那麼冷 但是跟高空擾動相關的一些強雨區 就會影響著華南 要注意特別是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時候 間中仍會有大雨 我們預計今晚和明天 將會是密雲和間中有雨 在今晚和明天天氣寒冷 市區的最低氣溫大概是在十度 新界會再低兩三度 至於明天的最高氣溫就會是十六度 到明天還會有幾陣的薄霧 會吹著和緩至清淨的東北風 明天較後時間 東風會增強 至於接下來那兩天 即是星期四和星期五 天氣不穩定 雨勢有時還會有多大 大家出街記得要帶一把傘 今天的天氣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